全油管最快新闻 中通快递逆转下滑 上半年净利降4%,散建规模超500万单 中通快递在8月21日发布了最新的财报数据 显示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滑4%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公司的业务量增长速度放缓 相反,中通快递的散建规模已经超500万单 占整个业务量的5% 此外,公司还提到,在当前市场条件和运营情况下 预计2024年的全年包裹量将在347.3亿至356.4亿之间 同比增长15%至18% 中通快递逆转下滑 上半年净利降4%,散建规模超500万单 这表明公司正在努力实现业务量和利润的平衡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市